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圖 新聞快報納美颱風中心 目前在零零的位置 並且以每小時25公里 速度是這個25公里 每秒 每小時 每小時25公里 延直線3x-4y 往東偏北的方向移動 它的暴風半徑是這個100公里 這100 以致在暴風半徑的畫門內 皆會受到影響 而高潭室的位置在坐標300跟150的地方 請問高潭室受到納美颱風影響的時間多少 我們看這個颱風就慢慢移動 移動到最後的話 它會第一次碰到它的時候 那我們假設它的這個 暴風中心在這裡 這暴風中心的話 是在這個直線上面 我把這個暴風半徑的位置 寫成參數式 這位置 這位置的話 我把它寫成參數式 叫r 這r的話 我可以把它寫多少 你這個把它寫4 這3 那就抵消了 也就是說 我x 可以令它是等於4t 等於3跟4兩個對調 不用加乎 那這樣就會抵消 那y的話 是等於3t 這樣子 這個是等於4t R3t R3t 然後呢 它的那個大小 剛好是等於vt 剛好是25t 我就說 它的這個 可以把它看成什麼 看成這個的話 這個是等於 這個是5 所以的話 我要怎麼辦 這個看成是5 然後呢 這個多少 這是5分之4 這是5分之3 不過這大小的話 是等於1 這大小是1 所以的話 我們知道那個t的話 把它擺在外面 但是它的速度的話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25 所以的話 這個大小應該25 所以的話 我就把它做 把它乘以5 也就是說 我可以令什麼 令這R的話 是等於多少 25 5分之4 5分之3t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R 是等於Vt 速度的話是25 這個長度 這個長度是1 這個是直角三角形 這個長度是1 所以這是Vt 那V大小是25 所以把它形成這樣子 所以這個點 這個是等於 這個渦架 約定 5分之4 2分之2 2分之4 5分之5 2分之5 20分之5 2分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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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之5 2分之5 2分之5 在20T跟45T的地方 T的單位是小時 因為這個 這個速度的單位是公里每小時 所以時間的單位也是小時 好,那這個剛好要等於那個半徑100 好,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連立 然後把T算出來 也就是說 這個減100 等於多少呢? 更號多少? 300減20 300 減20T 平方 再加多少呢? 150減15 150 減15T 平方 好,那這樣子的話我就可以 1 1 然後2邊 約掉5 這個都有5 2邊約掉5 那就是20 等於多少呢? 約掉5 5 6 5 630 減5 420 2邊約20 平方 再加多少呢? 535 535 那2邊平方 2邊平方的話就得到多少? 400 等於多少呢? 這把它展開來 就16 16 16加9 25 25T平方 那交叉項 240 480 2AB 480 480 那是多少? 這乘以2是6 638 180 16 660 660T 加常數項 3600 加多少呢? 3900 4500 好,那我現在給它約分 525 或者是說 4150 減4吧 就4100 就25 25T平方 減660T 再加4100 等於0 好,那我給它約分 5525 515 535 521 5840 520 520 等於0 好,那我給它交叉相乘 5 1啦 那這個的話多少呢? 這一個的話 影子分解 820 這個多少呢? 這個是 10 820 420 820 820 這 82 加 50 剛好 132 這 82 加 50 這是 10 82 減減 所以我就得到這個 T T 的話兩個減 T 等於 10 小時 或者呢 五分之 82 那五分 82 比 10 要大 十幾小時 那是什麼意思呢 這兩個減他的意思就是 第一次的話呢 是 10 小時碰到他 再下一次的話 碰到這一點 過去的話第一次碰到這一點 下一次碰到這一點 這一點碰到的時候呢 是 10 小時 這一點碰到是 82 小時 所以答案應該是 10 小時 T 的話答案應該是 10 小時 我第一次碰到 最先碰到的 答案是 10